我現在要做的是這個城堡的剪面 那我一樣就是要用這個我自己寫的這個改變WireColor的功率 只是比較好按啦 那在剪面的時候 首先是因為它的目前的WireColor是黑色的 這樣子我在操作上會很不容易去判斷我的模型 所以我給它一個新的WireColor 換個顏色 這樣看起來好一點 這樣好就是換這個顏色 那目前的望式城堡的部分面數有16萬多面 那底下有一個圓盤是它銜接另外一個東西的結構 那我們首先可以知道的是說 在圓盤以下的地方其實是不會被看到的 就是不過當然我們要考慮說浮腳的時候 浮腳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東西還是看不到 所以說按照這樣來說 其實下面的刪的面很有限 下面可以刪掉的面很有限 那再來呢就是說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目前城堡的結構有哪些線段是可以減少的 像這種一圈一圈的loop是可以把它減少的 就是有一些不一定需要的可以把它減少 那再來呢就是還有什麼可以減少呢 因為它很多的結構是用這種方式 這個其實是挺上腦筋的 因為它切成三角面就是必須算兩個面 而不是算一個面 那當然我們有可能最後使用script 讓它三角面轉換成四角面 這是一個可能可以的做法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他的部分 大致上幾乎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有一些多餘的loop可以把它拿掉 可以拿掉一些多餘的loop 那當然呢就是 就是截面數啊 就是它的分段產生平滑度的這個截面數 在四度的範圍其實也是可以去把它減少的 那還有一個可以減少的可能性 就是說有沒有一些是重疊看不到的面呢 應該有吧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向 那接下來就開始做了 開始做的時候 這個我一樣就是我會使用說一塊塊先detach出來的方式來做 這樣子呢比較知道自己做哪些東西 來就是這一塊 好我先把它detach出來 可能一塊還不夠 我多弄幾塊好 因為它面數高很容易會有lag的現象 那我們先detach出來一部分 這個也比較好處理 好那我先做這一隻 把它detach出來 好那我先做這一隻 好 加一個adpot 這樣比較看得出效果 好 來選這個loop 然後control backspace 好這拿掉 好剛剛那個線段雖然是有一點造型的功能 不過遠看的時候其實不是很明顯 所以說就把它拿掉了 那再來呢這邊 好這個loop也都是不需要的 這個跟這個 還有這個跟這個 好 雖然說它倒角是有一些圓滑度上的幫助 不過遠看的時候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來 好 甚至說這個橫的很像這個分段的數量 我們也有可能去把它做減少 先把這個ring然後collapse 這樣子 那這一段 好 我也是要把它做減少 好 這邊我也用ring好了 好 好這個就用loop 好有點lag 好 loop把它拿掉 loop把它拿掉 好這個 loop把它拿掉 好 好 那這邊呢就發現到一個可以減免的空間 就是說 像這些點啊 這邊倒角這麼多 我們直接把這些點做焊接的話 其實可以省很多的面 好 那這個動作我就後面一點再做就好了 好 好 當然也可以先做啦 好 那 只是我想說同樣的步驟不要做兩次 好 好 那這邊呢 這個倒角一樣是比較看不出來的 就是 當然 有一點效果啦 不過 為了說讓這個城堡的邊緣看起來更有能流角的 所以說我寧可是把它倒角都拿掉 這是我在做一些比較幾何造型的模型的時候 我也會注意這樣子的變 就是說 比較 不一定是要有倒角才會好看 有的時候是沒有倒角 讓它硬邊的 這樣子 就是硬的 瑞角 這種效果會更好看 有的時候是這樣 那這邊多餘的loop就一個一個把它拿掉 這邊有看到說它有一個顯接上 它這邊面數不同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表示說它其實它在製作的過程中 也是會有這個一些遠近距離或面數上的考量 因為這邊呢 看不太到 就是它這個地方很小的一個面 看不太到 它就寧可乾脆就不要了 讓它空的 這樣子 反正不會穿幫就好了 那這邊 辦的窗戶都有倒角 很好 那就是說 我們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做減面 那我們把這些loop都拿掉 波魚的loop都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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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減面的時候呢 我經常會去考慮說 它跟原本的東西看起來的平滑度上的差異 那如果說是很明顯的差異 那就不可以 就是盡量是看起來跟原本的很接近 那 也考慮說它的這些分段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功能 就是 這兩段 不是這兩段 這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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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有一個銳利的邊 好 這一段 當然是有這個造型是會比較好看 但是遠遠看的時候 也許不是那麼的明顯 好吧 看看 如果不是太明顯的話 我就把它拿掉 好像還是蠻明顯的 來 我們比較一下 發現說這個屋頂的這條線 拿掉可能會比較明顯 好吧 那我把它加回去 那怎麼加回去呢 額 我複製一個披襲一個扣幣 複製一個 Talking 然後呢這個把它 被底派拿掉 那我這樣子呢 我只要把他的屋頂detail出來 找這樣子做法比較保險 detail出來 不過上面的地方我也剪面了 沒關係這上面的剪面是小事情 不然就是我把上面的刪掉 我就把這個帽子的部分 屋頂的部分 就是把它detail出來 來替換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邊用框弦的方式扣掉 那底下的圓盤也是用框弦的方式扣掉 好這樣子我就替換這一段就可以了 好detail 然後剩下的就不需要 我沒有把它刪掉 那回到剛剛已經剪過面的 那我把這一段刪掉 這樣子呢 再把它attail回來 這樣子就回復到剛才的一樣了 好那就是做到這樣子 是先告一個段落 啊不對 我還有那個倒角沒有剪掉 好我來宣電 Ctrl-A Ctrl-A 然後呢 我要用wild 好 看看有沒有什麼造型因此不見了 如果說造型都還維持的不錯 那這個方法就ok了 來看看窗戶還在嗎 還在都還在 都還在 好 我先打勾看看 打勾 然後呢 檢查一下 這個 修改前修改後 這邊一個一個的分隔 都有保留 那這邊的這個一塊塊都有保留 那這裡呢也是喔 一個一個的都保留的 好那現在看陰影有一些問題 那這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因為原本的 它有 有一個合理的Smoothing Group 那 因為我們減面把一些線段拿掉了 那它的Smoothing Group的順序就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說呢 我們再重新做Smoothing Group 我們選面 全選 然後呢 這邊 做Clear All 再重新做一次Auto Smooth 好 那這樣子呢 它的Smoothing Group就變合理了 好那現在外型就好看了 好那我們現在比較一下面數 這是重點了 現在是1984面 好那原本呢 是5600多 好變1000多 好那我們總共減了 來算一下 好 1984除以 5678 5678 等於 我們減了34% 那我們減到34% 所以減掉了66% 那還不錯吧 好 就先 就這樣子 好 那做完了一樣 我們給它一個不一樣的WireColor 表示說已經處理過了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就不會重複再做一樣的事情 好 好